红豆石斧千金,蔡依山身为连家长席,在政界有一定人脉,而2024大选倒数三个月,她却无预警宣布,参选声明,甚至直喊,所以我蔡依山,决定投入这一次直抛震撼谈,让网友们吓了一大跳。 蔡依山身在名门望族,2006年与连战之子连胜文结婚,身为连家长席的她,昔日在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时,她更是扮演辅选的关键角色,一起扫街败票,相当清明。 而明年九合一大选来了,如今倒数三个月,蔡依山却突然在脸书写下斗大四字,参选声明,并透露,在这青黄不接,蓝绿上未合的时刻,我们身处在混沌未知的社会乱象中,充斥着黑心产品,食安风险等问题,让我们生怕无法给下一代安全的饮食环境。 蔡依山也附上形象照,图片上还写着做你料理的靠山,料理室,我的室,更加证明想参选的决心。 不过,蔡依山却画风一转说,所以我蔡依山,决定投入这一次2023双11购物节,提供给大家更多更好的服务与产品,真相曝光了。 此外,蔡依山还搞笑写下,参选团队,包括红豆,牛肉,鸡肉,素食,肉骨茶等料理。 蔡依山的参选声明,瞬间引来2000名网友笑喷,不过真的有不少网友支持蔡依山参选。 蔡莲配,侯蔡配,谢谢,蔡小姐,如果你初来选立委或做任何官员,相信会做得很好很受欢迎,前途光明为人民谋福利,你一定是一位好官员。 我们期待着你哦,动算。 蔡依山出生于家产千亿的名门望族,爷爷曾任台湾议会议长,父亲是海运界赫赫有名的华联传运董事,母亲是台湾顶级餐厅,红豆石斧的掌门人。 她就是一出生就拥有豪门顶级配置的蔡依山。 而蔡依山的丈夫连胜文也十分不凡,她不仅是官三代,还是富三代,一个是千亿富家女,一个是世家子弟, 两人举办的婚礼虽然低调,但却不失奢华。 婚礼当天蔡依山穿着一席玲珑有致的露肩婚纱,身后的雪白托尾长达12尺,是专门在香港定制的手工香钻婚纱。 她佩戴的珍珠项链和耳饰,一套下来就要60万台币,衬托出整个人高雅脱俗的气质。 蔡依山手上的玫瑰花球捧花同样香了钻石,价值高达100万台币。 因为连,蔡两家亲朋好友众多,于是婚宴分别举行了两场。 下午他们先在京华酒店举办了新婚茶会,现场用了大量蔡依山最爱的红玫瑰布置。 晚上连家又在军月饭店宴请了镇商界名流,总共开设了64桌酒席,每周花费大约2.6万台币,参加婚宴的贵宾多达1200人。 除了镇商界名流前来到喜外,演艺圈的大咖也不少。 港星刘嘉玲,女星张立敏也出席了这场宴席。 婚宴接近尾身时,蔡依山穿着鲜红喜气的夏姿礼服,习丈夫前来送客。 此前她和连胜文已经到香港选好了喜饼做伴手礼。 而他们结婚选用的情帖,也是亲自去设计公司挑选的,据称喜帖每张的成本就要120元。 然而这次蔡依山和连胜文结婚,却没有收礼金,虽然不主张铺场浪费,但整场婚礼下来难掩阔期。 之前两人订婚时,豪华程度也可见一般。 订婚宴设在了蔡依山家开设的红豆石斧中,喜宴现场同样用蔡依山最喜爱的红玫瑰布置,总共用了8000朵鲜玫瑰,布置了一片花的海洋,整体氛围浪漫无比。 然而就在这场婚宴上,却发生了一件让蔡依山尴尬无比的事情。 被未婚夫叫成前女友的名字,你会怎么做? 身嫁过亿的名媛蔡依山,在订婚宴上就被未婚夫叫成了佩山,瞬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毕竟现场无人不知,连胜文的前任是侯佩程。 作为台湾知名的世家子弟,连胜文与知名女主播侯佩程谈恋爱,一经曝光就吸引了不少眼球。 连胜文自从恋上了侯佩程后,就把她当作了结婚对象来看待,前前后后送了不少奢品讨女友欢欣。 其中包括价值45万的爱马仕包包,以及超30万的香奈儿套装等,整段恋情中连胜文一共送出了45件礼物。 然而两人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分手的境地,在这段感情中连胜文受的伤害似乎要更大。 后来连胜文遇上了蔡依山后,又对她展开了猛烈追求。 巧合地势,这段时间正处于周杰伦和侯佩程的恋情曝光期。 再加上连胜文在订婚宴上一时口误,不少人觉得她心里还有侯佩程的影子。 然而正当围观群众向蔡依山投去同情的目光时, 她却没有表现出半点不快,反而顶着一张满是笑容的脸,陪丈夫走完了整场订婚宴。 作为出生名门的千金,蔡依山为何甘愿做侯佩程的替补? 难道是因为爱吗? 蔡依山可不是恋爱恼,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隐忍, 不过是为了借用连胜文显赫的家世逆风翻盘,夺回那些年被姐姐抢去的风头。 蔡依山是蔡家出生最晚的孩子,她的姐姐蔡依伦是台湾知名女主播, 哥哥虽然显有露面,但她的妻子林木杰在社交圈却颇有名气。 因为蔡依山是次女,蔡家基本把所有期望都放在了哥哥姐姐身上。 她不用像哥哥一样学习财务管理,也不用像姐姐一样学习礼仪。 虽然蔡依山遭到了放养,但她并没有放任自留,而是极爱读书。 小时候每当家里有客人来,蔡依山都会拿着书朵回房间, 姐姐则会熟练地和客人打交道。 因此家里人都把她当作书呆子看待。 后来蔡依山被家人送到加拿大读书, 她顺利考上了世界顶级学妇,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后来蔡依山又到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 秉承着对学术的热爱,蔡依山还做过一段时间科研, 并获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 如果没有意外,蔡依山就会在生化行业中发光发热, 成为顶着博士头衔的高管。 彼时姐姐已经是名媛圈的顶流, 众人只知道蔡家有个相貌出众的女主播, 却不知养在身归无人知的蔡依山。 然而在她26岁那年, 她的人生却发生了转折。 蔡依山在朋友聚会上, 解释了比她大9岁的连胜文。 连胜文对眼前这个谈吐不凡, 气质优雅的女孩很感兴趣, 随即对她展开了猛烈追求。 然而蔡家深知女儿从小不爱社交, 如果嫁给这样的正圈大人物, 难免会时常曝露在记者的闪光灯之下。 得知父母的反对意见后, 蔡依山便索性不再和她来往。 可怜盛文却已跳天池, 相逼, 蔡依山只好慢慢地与她有了接触。 至于未婚夫订婚上的口误, 她也聪明地选择了无事。 后来她们如其举行了婚礼, 大家这才注意到, 原来蔡家还有个这样的学霸千金。 婚后三年蔡依山就为连家生育了两个孩子, 长辈们对她赞赏有加, 纷纷夸赞她是个好女孩。 然而不久之后连胜文却遭遇了意外。 2010年11月, 蔡依山的丈夫连胜文, 在出席大选时不料遇到了意外。 可怜胜文在被送医时, 依然不忘给妻子打电话, 她强撑着说了一句,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昏迷过去了。 彼时连胜文可能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随即对妻子申请表白。 后来蔡依山每每提起这件事, 都会情不自禁地勤满泪水。 面对受伤的丈夫和外界突如其来的压力, 蔡依山只能直接面对。 虽然被暴力事件惊吓到多年难以释怀, 但蔡依山接丈夫出院时, 在各方媒体镜头前却不卑不亢, 没有说任何废话。 十多年婚姻, 夫妻两一直风雨同舟。 丈夫不仅宠爱她, 还十分尊重她。 而在她的悉心调理下, 丈夫成功瘦身26公斤, 人也健康了很多。 从结婚生子以来, 她虽然是豪门阔态的身份, 却不是食指不沾扬春水的贵妇。 她反而非常热爱下厨, 还会亲自去菜市场买菜, 照顾两个孩子起居之余, 也会帮助丈夫减肥。 只有在丈夫事业上需要支持时, 她才会出现在媒体面前为丈夫月台。 两人的婚姻生活一直很圆满, 连胜文甚至被称为 台湾四大帕老婆典型之一。 直到两个孩子长大后, 蔡依山才在2017年开始了创业之旅, 那个时候她已经年近40岁, 在工作上却亲力亲为。 因为对食物很有想法, 上学时又做过相关研究, 蔡依山便从食物出发, 研制了红豆保养品。 虽然是初次创业, 可有付出就有回报, 到了第二年, 产品的回购率已高达六成。 不仅成立了个人品牌, 蔡依山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已经参加了十多年的公益活动。 虽然出身豪门又嫁入豪门, 但蔡依山不做花瓶太太, 而是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靠自己的实力稳居民园圈前手的同时, 她又是圈内的一股清流。 蔡依山最大的儿子已经11岁, 但她的身材却始终没走样, 在参加品牌活动, 更大方穿上迷你裙袖出一双比 只有纤细的玉腿惊艳四座。 采访时她虽谦虚表示, 一切要感谢爸妈生得好, 但也透露了自己为了出席活动, 减肥早餐改吃, 水煮蛋, 地瓜和黑咖啡。 蔡依山这个豪门千金, 从潜心科研到成为丈夫的后盾, 再到创业发光发热, 她始终在做自己。 家境给了她荣辱不惊的风度, 但坚持努力则是她选择的人生道路, 这样的她像宝藏一般的存在。 我们或者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女性可以像蔡依山这样, 在最大的范围内散发出自己的美好。